朋友们 地产板块下周估计还得继续嗨啊 中午美股开盘之后呢 纵概股尤其是房地产板块暴力拉升 房多多盘中一度大涨超过了400% 触发熔断 很多支中资房地产个股都是大涨 创出了阶段性的新高 那从美股的反应来看 说明中午A股整个房地产板块涨幅接近10% 还不是尽头 那下周估计呢还得继续往上冲 从最近的行情看呢 地产从一开始上涨时会红吸其他板块资金 但是到周五王炸消息出来后 下午地产直接拉动了其他板块一同上涨 说明资金可能意识到这一次的不同 如果你是踏空的朋友 其实顺着地产链去挖掘 还是有不少补涨机会的 2022年以来呢 地产板块有过四次的表现 那该板块指数四次平均涨幅都达到了18% 持续28天 当前这步行情说明还有空间 那视频时常是有限的 今晚的急锅 我会重点跟大家说说这个方向的机会 我们从三条红线到三个王炸 可以说这是国内楼市40年以来 不安松的大招 那具名价格杆买商品房 官方下场参与存料房的搜除 央行能支持3000亿再贷款额度 很多评论都说 才3000亿就想去消化7万亿的存料房 这哪里能够啊 08年西班牙政府为了救地产 虽然政府最初承诺的资金 支持只有20亿欧元 但是他们通过成立坏账银行 经过一系列的操作 消化了1000亿欧元的不良资产 这些不良资产最终被坏账银行销售 或者转变成了保障性绝脏 跳动起了50倍的帮领盘规模 当然作为中国市场来说 我们不能只靠收除 接下来肯定还有放水啊 降息啊 来跟央行大规模资产收购相配合 当然最终还得靠市场资深的力量 发挥多佣 现在的美国经济数据和降息的预期 波动在加大 日元对美元呢 有加速的贬值 海外市场走落 可能会推动部分 全球资本获利了结 转而来增配仓位比较轻 物质又比较低的中国资产 而我们回顾一下 上一次外资持续加仓防股 就是因为这个因子 现在天平再次倾斜 会不会启动下一轮的反弹行情呢 那今晚8点半 我是播间 谢谢 以上信息 仅作为学习交流和知识分享之用 不作为投资建议 请不吝点赞建议 感谢观看